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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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会经常给你们打电话吧 一天打过三四回我就怪了不听了 9月份打完以后就没打过 12月1号给他打电话 你叫他说 你叫他说 我都记得住日子 9月他来打了两天电话 12月该收房钱打过两天电话 之后就没有打 我就愿意要这么一个平台 把这问题解决了 我还是愿意资助他们 我也知道他非常有难助 对吧 就他们当初跟你们说 这弟妹得这么严重的病的时候 知道啊 我还跟你说 我说我给你借个医疗 再不行 因为 我不是给他发信息吗 我说的 看吧 不行的 我把南杰钱给你一部分 是吧 我都这么说了 我现在不是求你 因为我自己的钱是病 我们家的地方 当时您给他发那信息 听着心里挺温暖的 对 我当时心里确实确实挺的 觉得他怪可怜的 又较劲老姑 是吧 又对孩子好 她是个仁义的人 她不是个坏人 她是个好心态的人 但是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啊 我想问先生啊 当时您爱人给他们发信息 说我能给你们的房租也好 当时您同意吗 同意 那是不同意 我太同意了吧 心能的啊 这我亲夫这我亲表记 其实如果按照这个亲情的话 你们这弟妹遇到这么大的困难 你们是发自内心 其实是想帮的 我们有多大能力 管你多大能力 你说要让我们拿出多少坏了 我们哪有啊 你们为啥当初 不能跟你们这弟弟和弟妹 好好说说这事啊 怎么能闹得这么僵啊 他不认为啊 他认为我很富裕的呀 你们觉得心里委屈吗 那当然委屈了 你有病我管不了 我又不是富翁 你查我20年银行都没有存款 我有五万块钱 给我老婆婆看了病了 我再有钱 我盖了四回房 五回房 把奶翻再翻开 把奶十多十多 经常是干着的 儿子在日本留学的时候 一年得有五万块钱 接着回来儿子还要结婚 这不是有孙子了吗 他孙子刚三岁 所以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二位 当初你们说 我能支援你们个万八千块的 也是你们手头 可能就当时能有多多钱 就到这程度 我们就到这程度 那我现在啊 我想问你啊 您跟这个表弟啊 这个弟妹之间的关系 闹到今天这个地步 打电话都没法接了 对 那没办法 我觉得我没有对不起他的地方啊 九月份 现在我们就是冲老姑 九月份我去给钱 这个八月十五 拿点线我得看我老姑 逢年过节 我都是成百上千的 买好的东西 上千的东西 给他送去 过年 过年全是我弄的 我想过去你们一定是对他们特别照顾 当然好啊 所以这感情才很好 所以他在张手中一样啊 什么我都给他啊 皮鞋 毛衣 给钱买吃的 全是我弄啊 除了买东西啊 除了给钱之外 你们有没有关心过他 当然关心 过去啊 关系都好 反正有点什么事他找我 我听说啊 其实他们过去 对你们家里边感情也挺处的挺好的 两家都感情挺处的 所以现在咱们别说谁对谁不好 就是因为你跟我要的太多 我达不到 我没有那么多钱 我一说给他借去 他还不认可 赵您这么说啊 其实你们之间是有误会的 为什么我生气这些呢 他是不是绑我 你听我说啊 没错 你欠我三十万 你打一球 现在这不是就算吗 你急了 这不是就到这份了吗 我说我告诉你 甭说我没钱 我有钱啊 你妈活着我去 我说你少上不着来 我说他一百年都没有 我说我儿子要给我这么要钱 我都不给他 我说你没钱 你可以给我写一字句 也没说三十万啊 谁 你看到哪写着三十万 你给我拿来 我当场承认 所以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你们之间是有误会的 你们是 真的是希望能帮他们这方 对 已经尽了自己所能了 我这样说话 就尽了自己所能了 如果他要在额外的要求 我确实达不到啊